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加码升级版 耶!我们知道了耶! 耶!现在是几点 因为有人加班,有人加班 最近你知道大家应该都要整理走吧 有吧? 他就12分 我们整个大迟到 大家晚安 所以我们给大家跨年大礼包 跨年大礼包 今天要来参加直播的朋友 真的 你们 不会厚 YES! 好香喔 才洗过 好像骗子 很香耶 嘿!晚安 晚安 2023年最后一场直播 没错!终于等到了 就是我 我们本来 昨天有一个小孩讲的不难以为 我们是要明年见 准备今年 今年最后一见 今年最后一见 大家晚安 整个大迟到 先跟大家道歉 第一位今天长真 我加班 I'm sorry 他整个大家班 对的 就那个 看我表演一下 不要看一下 好 然后今天呢 就是 跨年大礼包 是什么? 老板的爱情名字 对啊 首先呢 就是再次提醒大家 要记得去IG 参加购物金抽奖 注奖 金额是一千元 就是可以直接限制 一千元 很不错 而且我们家抽奖 还算好抽 真的 应该还算好抽吧 就是 还蛮多个人都有抽到过 我没有抽到啊 不要 然后呢 就是张真跟小白厂 不是都有直播购物金吗 然后 但因为今天是那个 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 对 所以今天张真厂的直播购物金 会有加码 加码 会加码 老板说加码 加码再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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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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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就是加码 哦 所以 是80码 对不对 那怎么 哦 对啊 破梗了吗 是已经破梗了吗 是破梗了是不是 老板可能要写那个 公告 但是 对你讲出来 好 好 反正就是张真厂 就是 小白厂的已经不用索取了 因为名额以额满 额满 对额满 而且就是你昨天晚上没有马上传的话 基本上是就 就没有了 所以你现在等一下 请把握机会 对等一下关键字出来的时候 请你马上留言 然后 去私讯到粉丝团 对 然后IG的朋友也可以一起参加哦 就两边的活动都是 都是一起的 然后 这个的话就是直接限折 嗯就是 就是 买就是 不管你买多少都折 都折 觉得非常的划算 所以你如果 没有参加做直播的话 其实会后悔 嗯嗯 差蛮多的耶 然后这次新米折扣周呢 就是 就是活动就是到1月5号 1月5号 然后之后的话 这家商品就会下架了 因为我们就是要准备换季 然后开始疯狂 年轻大出货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把握 因为现在就是断货 断货潮 所以如果你没有跟上的话 就是很容易在尾巴就是跟大家说 就是追加不到 就是没有 对就是没有 就是没有 好的 老板你关键 那我们要开始 蛤 上了 上了 关键字上了 但我们还没看到 对啊还没看到 可是大家已经看到了 好有了 关键字来哦 好大家 都会跟我们打招呼而已吧 晚安晚安 大家晚安 没有没有记错时间 是我们迟到 对 哎呦 好 好的 好的 那大家开始就留言咯 嗯 那我们就先更新一下 张珍的身高体重 好 162公分 其中50 其实还是55 但是就是我觉得 应该体脂率变蛮高的 是这样是不是 对啊 体脂率变高之后 就看起来整个人很臃肿 那我也一样啊 我就是 最近很胖 最近很胖 最近整个人很肿 很肿 对 是身高162公分 然后体重是55公斤 然后腰围 还限量吗 都可以啦 我就每次帮你更新一下好了 好可怕哦 我每次来都要做做 哈哈哈哈 今天应该是真的会蛮大的 蛮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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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第二次 2次 好了 2次 今天吃很多 昨天吃很多 板 和 28.5 腰围 27 腰围 一下子就没有了 腰围 是27 然后特别是38.5 寸 然後肩寬是40公分 就是原生 跟我一樣是原生的 好 那我們就要開始囉 好笑 怎麼了 大家在留言是不是 2023最後一場直播 老公1月2號請把信用卡交給我保感 我會在1月5號2359 再把信用卡還給你 好不然留太長 好不然你的兆卷很強 沒有啦 他自己留的 他留的 他留的 我有一個舉例啦 哦舉例是不是 你看一下我的舉例 他有1月2號跟1月5號的照樣照片 1月2號1月5號是這樣 對對對 好笑 好 那我們就先開始張真場囉 然後因為時間今天比較晚開始的關係 然後加上昨天其實介紹蠻多細節的 所以如果有穿到昨天有介紹過的東西 我們就會比較快速換裝 對加快速度就換裝這樣 好那我們先開始張真身上這一套 那這套的話是裡面那當是一件那個親膚的高領針織 嗯 這個就是高領針織 對 哈哈哈哈 然後他這款有兩個顏色 我就是單純是因為顏色而 而戴這一款 對 那你材質你是覺得舒服的 舒服的 然後他的脖子的話是高領的 然後他領子算是比較高 但他穿起來會有點皺皺的 就是脖子這邊會有點皺皺 然後會有點鬆度 就是不會完全貼脖子這樣子 嗯 應該不會勒吧 不會 你穿起來是舒服的 嗯 然後有兩個顏色 然後一個藍色 他藍色有點帶灰的藍 嗯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過年紅 過年紅 過年紅 他是暗紅色 拜年紅 對 拜年 最喜氣的紅色 如果呢 就是你喜歡穿 還是要打麻將之類的 就是 對對對 欸你知道 我們在拍照的時候我就說 來麻將紅來了 哈哈 來要穿在裡面 穿在裡面 對他的紅是有點 是暗紅 然後又有一點 沒有到紫 紫色的酒紅 就是暗紅色 所以還算是蠻顯白的一個紅色這樣子 嗯 黃雞仁穿也會蠻顯白的 那因為這種紅色就是比較少見 就是 我覺得要不就太鮮 然後一般就是太 就是太橘 然後 但我覺得這個紅色就還蠻 蠻有質感的紅色 也蠻適合接下來過年的 這個年節的氣氛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這樣子 對 然後接下來 啊 然後那個內搭的話 因為昨天沒穿到 所以我就講一下 然後彈性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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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然後給大家細看一下布料 它是細針織的 然後是薄的 厚薄度是薄的 薄的 所以會有點 就是拉開的話 會有點像頭腹感 但是穿起來是很輕膚的 就是不會 不會透 好 然後接下來是張真身上的洋裝 它是一件那個蕾絲的 蕾絲的 小碎點洋裝 然後它只有張真身上的這個顏色 它身上的底色是米黃色 配上黑色的 黑色的那個 應該是底色是黑色啦 配上米黃色的小碎片 然後它看起來有點像爆紋 但實際上不是爆紋 它有點像是 就是小葉子或小碎片之類 組合起來的滑紋 然後可能是因為顏色的關係 所以它遠看會有點像小爆紋 嗯 但沒有那麼野這樣 對 沒有那麼野 然後它是做前後雙V領 它就是兩個 一個顏色而有 就張真身上的這個色 它是前後雙V領 然後領子高度的差不多 然後是一定需要內搭的一件洋裝 然後在領口的邊邊 是有滾那個蕾絲的 給大家看一下蕾絲 蕾絲 就是蕾絲還蠻細緻的 然後是 蕾絲是有硬挺感的 那種蕾絲 所以穿起來那個 胸線的線條不會太塌這樣子 然後在高腰處的地方 它是有做一個弧形的拼接抓皺 就是像是娃娃羊 娃娃背心羊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鬆鬆 寬寬鬆鬆鬆的 然後兩側下擺有開叉 這件的話 尺寸就還蠻友善的 就是沒有什麼身形限制 而且我覺得孕媽咪也可以穿 這件孕媽咪應該可以穿到繩 都還蠻有空間的 穿到哺乳也對 然後它是 它是薄料的滑布雪坊 所以就沒有什麼季節限定 所以它穿起來就是 台灣四季都可以穿 就是它是薄的 然後滑布的雪坊 然後 就是夏天想要直接搭背心也可以 然後冬天的話 你就搭腦衣啊 或者是高齡針織 這類的都可以這樣子 然後側邊 側邊的話 它雖然是扛的 可是是看不下去的 就是側邊的話是看不進去的 你知道有的 在更低一點的話 就比較危險一點 但它這個側邊是看不到下面 不會曝光的那種 對 ok 好 那張珍珠 打一圈 那我讓我配個 那個羊毛大 好 好 所以就穿一下那個感覺 因為它還蠻Q的 嗯 然後羊毛大衣 嗯 羊毛大衣是比較有份量的 然後昨天有介紹過 它就是80%的 強版雙排扣手工羊毛大衣 然後張珍 張珍兼花40號 穿起來也還蠻順身的 就是不會 不會快快的 因為它沒有做 立體的肩線 它就直接順順的這樣子 嗯 ok 那我們就轉一圈 我一直踢到它 對 我一直踢到鏡頭 轉一圈 扣子的部分扣起來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然後現在呢 各種身高穿一下 好這樣子 扣起來還是這樣子 就很長半的喔 身高162 穿起來落戰 小腿肚子 腳踏肚 腳踏上大概一個 一個 那個手 手寬這樣 好 下一招 好 好 你自己坐 呵呵呵 我拿衣服給你 你自己說 你自己穿好嗎 你自己自己穿的 媽媽 我買到了 其實我買到了 你爸 貨品 那是 我買了 不是 它是 我們買了 你買了 就是剛剛才上架的給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這次帽子有兩頂 然後一頂是我現在手上的貝蕾帽 然後它是做毛料的 看一下 它有混12%的羊毛 然後是做這種捲捲 捲捲QQ毛的針織材質 然後它裡面的話 我覺得它戴起來的話 因為我不是帽子臉 所以我就示範給大家 哎呀 怎麼了 然後它這邊在側邊呢 是有一個小金牌掛飾的 然後裡面它是有做像鬆緊帶的這個帽眼 然後它的彈性沒有到非常非常大 可是是有彈性的 所以卡在那個頭上的話是還蠻穩的 因為model戴的時候 model頭很小 然後他戴起來是覺得 他很喜歡這頂帽子 就是他說戴起來的話 品度跟那個純粹度都還蠻OK的 然後他就沒有像那個畫家帽 上面有一個小竹竹 就是比較就是女生一點的貝雷帽 然後旁邊有一個這樣子小吊飾 然後另外一頂的話就是 另外一頂就是這個漁膚帽 然後它的漁膚帽呢 是做像羔羊毛毛的材質 然後它的毛毛很軟 就是非常輕膚軟軟的 軟軟的手感 然後是做這樣子的漁膚帽 這個我可以戴 就這樣子的漁膚帽 你可能要人適合嗎 這個貝雷帽我不行 然後它的帽顏這裡面呢 它是有做鐵絲的 所以你可以固定你的帽顏位置 就比如說你想要就是這邊 煎一點或幹嘛的 它都可以 然後毛毛的部分是軟的 所以你要收納到包包裡面的話 也是OK 所以它整個就是軟軟的 然後非常輕膚 就是還蠻保暖的一頂帽子 然後有三個顏色 黑色 焦糖色 跟米白色 你會冷嗎 這樣三個顏色 我好像都沒有冰 然後你跟老闆講 他幫你用 老闆幫我 欸 沒事 它會冷 會冷 三個顏色 OK 下一套囉 好咧 然後接下來是張真那個 許願的燈心絨襯衫洋裝 跟我頭髮一樣 對 我很喜歡這個綠色 綠色跟洋裝綠色 有綠色有藍色兩個顏色 然後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綠色 綠色的公裝感會比較明顯一點這樣子 對 然後 材質什麼都輕膚 輕膚 嗯 然後它的厚薄度的話 就是可以穿到春天 你其實穿這些洋裝還蠻好看 這是我的衣服 對啊 而且跟你髮色很相近 很相近 對 它的綠有到 它的綠沒有到很均綠 可是它的綠上很均綠嗎 還好欸 其實它又有點黃 黃 帶黃的均綠 可是我覺得這個黃的均綠 還穿起來蠻顯白的 嗯 對 然後是做半扣式的設計 然後像張真團30 8.5穿起來都鬆鬆的 都還很有空間 嗯 對 所以我覺得就尺寸友善的一個款式 那 先高162穿起來的話 長度大概就小腿度中間這樣子 小腿度中間 小腿度中間 OK 來 大家那個 剛剛 剛剛 才進來的朋友 再講一次 今天的 我們的 升級再升級的 那個 這個數字已經比較高了 真真真 再升級再升級的購物金 今天是送80 等於說 你留言造句 完成我們的活動的話 私訊我們今天是80 史上最高 因為 加昨天的60 等於是140 那為什麼說80 其實就是 因為是2023間 是最後一場 所以等於說是跨年場 然後感謝大家 又陪我們 cozv走了一年 那80 就是讓你直接 折抵運費 然後 昨天的60 如果你也有拿到 在100位內的話 就是可以直接 折抵商品的金額 所以加起來是140 還不含 我們的Coupon 有20到240元的折抵 還有三件免運 跟新品的優惠價 另外 如果你是VIP的話 再打96折 講完 Cony都要哭了 來 哭 有需要講嗎 就是 因為是最後一場 所以 我昨天講過 優惠給大家 好不好 所以 才會說 下午有PO文 如果你今天沒來的話 你會後悔到 2024年的1月5號 因為那一天折抗週收單 好不好 之後你就不會後悔了 因為已經結束了 你就刷下去 你就當作沒有這件事 你也就釋懷了 好不好 因為5號之後你就釋懷了 就這幾天比較痛苦 所以 為了不讓自己太痛苦的話 趕快留言照去 私訊我們 非常簡單 沒有任何的限制 好不好 好 那Cony要介紹衣服 就這樣子 等一下我還會再出來再講一次 應該三次 好不好 先這樣子 打到骨折的意思 對 真的 打到骨折 那我現在趁張正出來之前 介紹一下我身上的洋裝 因為昨天沒有穿到 他是那個 極簡的毛泥短洋裝 然後他的長度 如果他我160穿起來的話 就是膝上 就是沒有到大腿一半 他就剛好在我的膝蓋上圓 這樣子 然後他有兩個顏色 我身上的深灰色 然後跟黑色 跟黑色 兩個顏色 然後他就是直筒 有點帶筒狀的 呃 洋裝 短洋 中長洋裝的版型 然後他是毛泥材質的 然後他的毛泥我就穿起來 就他不是 他是有混毛料 可是他的毛泥是很 毛料是很平順的 就是沒有任何刺刺 粗粗的感覺 給大家看一下布料 就是他是屬於冬天的毛泥 可是他不是 那種QQ毛 不是捲捲 他就是摸起來是平順的 可以張正摸一下 嗯 對 他就是舒服的毛料 然後他整件 就是包含袖子 裡面 他這邊都有內裡 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話 這件 就算很擔心的話 這件也完全OK 就是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他的體重也是就是蠻有善的 就是我穿起來都還 浪浪的很有空間喔 就是很遮擬的屁屁 然後他的形狀 他會有點頭狀 就是下擺會有點微縮 往內鎖進去 然後兩側的話有口袋 就是一件很乾淨 然後剪裁 有點帶剪裁的洋裝 因為他在這個地方 是有做插尖鏽的縫線設計這樣子 然後就是有點挺度 然後中間有做縫線這樣 OK簡單的洋裝 然後接下來是張真這套 張真現在穿的就是一件 一套混羊毛 有點感覺 有點感覺 所以敏感肌的話 就斟酌看看這樣子 然後他是 有兩個顏色 咖啡色跟灰色 但我覺得 像我一般肌膚的話 我穿起來是無感 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的話 再斟酌 那如果你是一般肌膚的話 我覺得這件就是蠻OK的 雖然算有混羊毛來講 算沒那麼刺的 嗯 就是他 他有感覺 但是不是到很不舒服的 嗯 給大家看一下他的補料 但他是有帶一點混色的 混色的毛線 灰色的話是白 灰白混 然後咖啡色的話 上面就是有點像 紅棕色的混質 混質色 然後他是 他只能當上衣床 就是他不能當小外套 雖然他這個扣子都可以打開 嗯 扣子可以打開 但你當小外套的話 就是很怪 對 然後他是做有點 燒肩 不是燒肩 就是挖肩 挖領的手機這樣子 嗯 然後我是 看一下喔 他的話我覺得只能穿那種很 就是透明肩帶 或者是比較細一點的 因為他這個地方挖肩的 挖肩膀的地方 還是多少 那個 如果你肩帶比較粗的話 還是會跑一點點出來的 但 就 就是選個肩帶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蠻簡單的吧 沒錯 然後他這邊呢 就是一排小金扣 然後小金扣的部分都可以打開來 所以如果你是 胸圍比較豐滿的人的話 那你就斟酌一下這一件 因為他如果你太 太有料的話 他旁邊這個地方可能會有點崩 嗯 好嗎 然後扣子的話 他是做金色的扣子 然後褲子上面是有做雕花柯紋的 就是細節還蠻精緻的 然後其他上 等一下退後再轉一圈好了 好 嗯 然後下擺的地方 他是有做這個鬆緊啊 然後再喊 像裝針穿的話 都還有鬆度 不會很緊繃這樣 嗯 順順的 那也可以把它扎起來穿 因為他厚薄度的話 就是一般針織的厚薄度 就不會到太厚 但手感摸起來像毛衣的感覺 對 對手感像毛衣 但厚薄度不會太厚 所以保暖度都還是有的 然後西裝褲的話 是昨天小白的清單的 那個單摺西裝褲 然後現在張針穿的是M號 M號 嗯 我覺得他版型的話就正常 然後如果你喜歡 看一下 張 我覺得M號蠻適合的 就是剛剛好 嗯 他就是張針穿M號是剛剛好 然後張針腰圓是27 然後通常是38.5 但38.5穿M號差不多了 就是不能再更多 如果你通常超過38.5的話 往上拿 嗯 好 然後褲子的話 穿的是深灰色 好 然後褲子昨天有介紹過了 就是三個顏色 深灰色 咖啡色跟黑色 三個顏色 嗯 好 下一套 欸 那我搭個外套 老鴨 還有老點 老點在哪裏 老點在哪裏 老點我們掛這邊 外套人呢 那裏 那裏 他在這裏 上班族屁 沒錯 頭髮真的很香 哈哈 哈哈 這樣算是有什麼屁號嗎 哈哈 哈哈 走過去都香香的 然後這是另外一款的一版 他的手工羊毛大衣的那個 暗中合色這樣子 然後他是沒有肩線的秀巾 然後肩寬適時穿起來也還是蠻順的 因為他這款的羊毛很軟 所以穿起來會比剛剛那一件再更軟 然後更 更垂肩一點 雖然他的 版型是比較減型 然後比較 像袖子袖寬 會比剛剛那一件外套再來的更減型一點 就是有形式上有點不太一樣 嗯 然後穿起來的話 我覺得這件還蠻適合上班族屁 嗯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鬆緊度 長度非常剛好 嗯我覺得長度就蠻適合台灣的天氣 就不會太長 對拖地 而且行動方便 欸真的是頭髮才剛剛那個耶 濕濕的 對啊 哈哈 微濕 欸那你頭髮自己怎麼懶 助理幫你懶 對啊 就調好叫他們懶 喔你自己調 對啊 啊好好喔 好像還不錯 好像還不錯 那自己懶要付錢嗎 就材料費還好啊 還是要付材料費 但是通常是不用的啊 除非你用很多 一顆頭是很用的 因為我蠻長的 哈哈 還有一顆蛋 來歐 來 這點 auge 千千萬萬萬萬萬萬千 欸你沒帶喔 老點 阿不然等一下戴啊 彈牌 來 晨rem 來,今天是我們的2023最終場 各位,把握一下時間 然後今天剛剛有講 那個我們今天的購物金是80元 史上最高 購物金的史上最高 直播購物金的史上最高 因為我們以前有送過100元 但是很久之前 但是你加上昨天的60元 等於說就是140 今天的80給大家當那個 就當折疊運費 等於說不管你買幾件 你就是免運,買一件就免運 那當然三件原本就免運 但是你就可以直接折疊商品 那另外60元還可以 等於說總共是140 140元 庸親啊,好不好 然後如果有要那個張針 張針點菜的話 大家可以趕快留言一下 可以盡早安排 要不然 越到尾端的話會來不及 嗯 會長,你要穿我的外套 你要穿是不是 沒有沒有沒有 那不是我帶來工作室的外套 我的外套 我只是想說 拿個外套穿一下 沒有東西穿 你終於穿鞋了 昨天有穿啊 你剛剛會穿鞋 來,大家趕快照劇 照劇完趕快私訊我們 你才不會被擠到100名之外 好,那 IG的朋友一樣 你也可以直接留言在IG 那一樣截圖私訊給我們 那 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完成那個巨子喔 1月2號 跟1月5號 那1月2號是我們這一次的 第一波的追加 因為之前都鼓勵大家第一波追加 這一次更是因為 東大門那邊很多工廠已經陸續要休息了 所以我們要盡快把單子送出去 然後 但是最後一天是1月5號 1月5號是下週五 那1月2號就是連假玩隔天 好不好 大家有很充足的時間可以考慮 這是2023最後一場直播 沒有選擇障礙的朋友們 1月2號前趕快下單 有選擇障礙和拖延症的朋友們 可以考慮到1月5號下單 無論幾號 記得下單就對了 沒錯 很厲害耶大家 沒錯這個 Karen Karen內行的 行要來 好不好 因為我們 每一次都有收單之後 大家想都會有一些訊息說 我忘記了 超過時間了 超過時間 這次不等你囉 但是就真的沒有辦法 好不好 好 這次不等你囉 這廖廖送出去就掰掰了 對 好 好 好 接下來是許願款的襯衫 火魄扣的那個燈心蓉襯衫 他是村莊 村莊的新款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開始進行到村莊好了 我這個 昨天沒有點菜單 讓我看 找一下 奇怪我明明就有上腮紅 為什麼在 那個 臉書上看起來好像氣色很差 有嗎 對啊 對啊 因為我也覺得 可是這上次應該是燈光的關係 哦 但我覺得今天還好吧 真的嗎 嗯 看鏡子就覺得還好啊 對啊 看這邊會覺得好像氣色很差 對啊 對嗎 你可能要下重一點 不要下 狠一點嗎 現在要變成猴子 他變成一隻小猴子 所以你知道那個 如果點很紅啊 然後有時候不是會近照要看那個嗎 然後你覺得 這個人好可怕 好 那我們先介紹襯衫 襯衫是村莊的新款 然後它是燈心絨材質 但是厚薄度的話是春天 就是比較像是春天秋天薄料的 燈心絨的厚度 就是是薄的 然後內層的話是平枝 然後外面的話就是細的 它的燈心絨的那個 紋路是很細的 很細 就是你摸到的話 眼看的話看不太出來像燈心絨 然後近看摸的時候 才會比較像是燈心絨的材質 然後還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水藍色 另外一個是這個灰 灰棕色 都很美 對 我覺得這兩個顏色很漂亮 嗯 我就是因為顏色而被他迷惑了 哈哈 而被他迷惑 然後它是做 這個叫什麼 火魄扣 火魄扣 那它的扣子是霧面的 嗯 就是它有帶那種 火魄的紋路 可是是霧霧的那種扣子 兩次 可以一起用喔 就是要讓你一起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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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次不用 校廁也不用 沒錯 因為它的勾巾使用期限就是到1月5號 所以有點為止 所以你就要一起把它用掉喔 有人問說這件襯衫推哪個顏色 齁很難耶 看你要偏春天一點還是 你是走文青中心的 喔 對對對對 嗯 我第一次是先被這個顏色吸引 但後來我看到那個粉藍色的時候 就有想說喔 很美 因為它的粉藍就是淡淡的 淡淡的 你也不會覺得太 太一般的那種休閒 嗯 就它不是 它是一般的那個 無韻良定的那個 對對對 它是質感的 對不一樣不一樣 就是淡淡粉粉的 然後有點霧霧的 霧霧的藍色 所以它的藍色很漂亮 很漂亮 可是這個灰棕色也不覺得很漂亮 也很美耶 對啊 對它怎麼辦 如果以我沒有要日常搭配來講話 我自己喜歡這顏色 但是如果以我個人日常搭配來講話 我覺得這顏色好像比較好搭 因為對 對 對好像是耶 因為灰色系的比較 灰色系可能就變成你是走奶茶色啊 黑色啊灰色或者是大地色系 對對對 我覺得可能比較好搭 牛仔褲也可以啊 但是你就會 牛仔褲我覺得它可能就稍微遜色一點點 對 它可能就 我看一下 就會突然覺得這件襯衫沒有什麼特色 牛仔褲這樣子 對 它好像比較中規中矩 對 就很中規中矩 但那個很藍色的話 氣色會再更好一些 對對對 就是如果你是搭牛仔褲 這樣好像比較快 就很合理 很合理這樣子 所以我就看大家的喜好度 但我覺得那個灰是非常漂亮 對 它的灰很透 對 然後如果是以十大度的話 我覺得藍會比較好搭 好 那回到襯衫 因為昨天也沒穿到這一件 然後它的扣子呢 就是這邊它是領片的地方 是有就加一塊一個折 所以它扣子的地方 這邊中間的線條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就是比較不像一般就是這樣疊起來 它是有多一個小折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 嗯 版型的話就是中 中長 中短嗎 中長啊 就是中間的長度 嗯 前面的 對它前短後長 後面會蓋到屁股 有一點圓弧的線條 然後是可以蓋皮皮的 然後前面的話就是蓋到小腹 我覺得可以 也可以當那個春天或夏天的 小造商 對小造商 因為它的厚度算是薄的 對它不會到很厚 所以如果當造商外套 或是直接乾穿 也都蠻好看的一件衬衫 沒錯 背後的話就是一個簡單的壓折 然後前面的話就是這樣 就是蠻簡單 但是我覺得很實穿的款式 嗯 好 然後褲子的話是 你又動到它 我又動到它 你有動到它 你把鞋拿走 哈哈哈哈 好 好 然後褲子的話就是 昨天有介紹過的隱藏扣 壓折 寬 寬褲 然後張真偉 張真穿的是米白色 米白色 我 這件很舒服 很適合 最近搭機餐很多 很能裝空間 就吃飽攤在那邊 對 因為它就是鬆緊 嗯 它就是 它整圈這裡都有鬆緊 但它是扣的 就是你也不會覺得它的太修型 嗯 它還是有這個扣的 然後就會 這個空間非常非常大 我剛剛穿的時候就覺得 哇 這很舒服耶 活過來了 有一種就是我可以去裝 就吃很多 我也不用擔心 會爆扣 或是 會勒得很緊的 那種感覺 對啊我覺得 而且我 我很喜歡這件衬衫配白色 嗯 我覺得那個 整個人就春天 是你的風格 對春天來的感覺 你很久之前有一套 我知道 有一套 對 你也是這樣啊 哈哈 然後繡長給它拉一下 就是 它 我們現在有摺起來 那如果你沒摺的話 繡長是比較長 操長的 對 但我覺得摺起來會 我就很推薦春天摺起來 嗯 但摺起來 你就算摺一摺 那個 整個人的那個比例 就差蠻多 嗯 好下一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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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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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今天腰很酸 那邊打個噴 你都覺得比較酸 好可憐 那很久馬上看病 真的 我 欸 我又要你戴帽子 欸 那套 那套可以戴 欸 現在這套嗎 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 欸 新拍照都上了嘛 對不對 嗯 嗯 那個掛拍照啊 然後還有 包包跟配件都已經上了 所以就是 新品已經全部上架了 然後還可以追加 就是 目前 廠商告訴我們 還可以追加的商品 就是可以一起下單 就是你這次折扣款 跟新品 新品折扣款 跟之前 你還有遺珠沒有買到 或者是想要回購的 都是要趁這一次是最後一次 因為過完 這個 這個冬季 過完這個冬季 就是 完全就是村莊了 就是村莊了 就是 再也沒有東莊這種東西了 ok 然後 有許願的 等一下 有私訊的 我們會先穿 然後如果你有其他沒穿到的 就是 趕快點菜 剪開著 好 褲子有 剪型褲 有想要看什麼顏色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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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 這就是昨天 昨天想把 哦 先那個 漁夫帽 原戀人好像還蠻修飾的 是誰想看 是誰想看 不知道是誰想看 我覺得這個 帽型還蠻修飾的 可以嗎 可以可以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因為它有邊邊有那個可以凹啊 對啊 你剛把這邊待在那個 等一下待在後面 如果可以把這邊凹下去 是看哪邊 要變小 直接凹起來就好 哦 是要凹那邊是不是 所以凹這裡 把這裡的弧度弄起來 到底要躲尖 這樣才拉長比例啊 你看 你這樣就有 比較有霸 有有有 對啊 我想說到底要 要把它吐到白去 因為這樣才立得起來啊 這樣側面這樣大概看得到嗎 嗯嗯嗯 有冒眼整個就翹翹的 很可愛耶 有 側臉看起來也不錯 對啊 然後如果你戴口罩的話 就可以 稍微把它 這邊拉鬆鬆 這樣子有什麼效果 跟口罩有什麼關係 戴口罩 因為這邊 就要 你要露出眼睛 啊 了解 在這邊要拉 拉起來 這樣 有 我覺得這頂 對圓臉人 還蠻友善的 蠻友善的 然後你如果不想見客 就是 不想見客 拒絕 就是拒絕對話 對對拒絕對話 好 那就OK囉 好 然後我們就是 張珍身上 上衣之嘴 這一套就是 昨天小白示範過 但我們就是換了 另外一個顏色的創造 然後是 那是什麼 穿行嶺針之衫 沒錯 這件沒有動物毛 可以吧 有人點菜 蘇如的嗎 搖籤 嗯 那標籤 標籤不算 不要這樣 沒有就是 你問我有沒有感覺到 我感算 感覺到 標籤就是客 個人客 標籤可以剪 標籤可以剪 他就是很 很 碗豆公主 沒錯 那針織的部分是可以的 針織可以 然後他就是小 小船領 我覺得 船領的話 穿起來會蠻優雅的 就是會跟 圓領相較起來 船型的針織衫 會穿起來 就是優雅 氣質會加分蠻多 嗯 整個就不要講話 沒錯 然後褲裙 是昨天也是有介紹過的 寬褲裙 然後兩個顏色 張珍現在穿的是 深灰色 深灰色 然後另外一個顏色 就是 這個 真的很寬欸 對 這件也是很適合去穿欸 對啊 這件可以穿到XL號喔 所以你穿起來都是舒服的 舒服的 很舒服 它超寬的欸 你看 騎車也可以 超寬 騎車OK 很寬欸 而且我最喜歡的其實是那個 鬆緊帶的部分 因為鬆緊帶很寬 對啊 所以穿起來是很舒服的 不會Lag 嗯 而且就是 因為它下面的那個布料 份量蠻多的 所以 這裡會有點壓 寬的鬆緊帶 我覺得那個Hold住的力道 會比較夠 對啊 而且它就是 因為它這裡 我不知道是怎麼樣 反正就這裡感覺會特別平 因為有些鬆緊帶會破破 因為它中間有在車一片 對 所以它中間就是凹下去 它不會是 因為有些裙子 這邊你鬆緊帶的時候 它會變這樣 嗯 然後就會覺得肚子要不大 嗯 對對對 我剛剛在講什麼 對 但是這個它會變是平刀 它這個 你穿起來的時候這也是平刀 不是凸起來的那個鬆緊帶 對 所以就很棒 因為它鬆緊帶的 它鬆緊帶有這麼寬 然後它在中間還有再壓一條線 就是剛剛剛剛講的那條 神奇的 神奇的魔法 哈哈哈哈 好 OK好 那我們就轉一圈囉 噹噹噹噹噹噹噹 真的很寬耶 對啊 這件很舒服 就是 就是 不要想要選這兩人 就是 趕快買這件 這邊喔 就 老點子 好 帽子拿 我覺得你穿這件很好 這件真的很寬耶 真的很寬耶 真的舒服 它裙子有顏色嗎 沒有 那我上面就穿 先你擺好 我們先 照穿板 可以 鮮米 鮮米 可以 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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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後 他不在裡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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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的名字 是我的名字 嗯 所以是那個同一個人嗎 他還在說 真的是同一個人耶 哈哈哈哈 就是哪 就是他沒錯 沒錯 沒錯 欸兩場勾機那個回過了嗎 應該有過了喔 回過了好 來大家 把握一下喔 好不然一百位一下子就秒掉了喔 欸真的很多耶 真的美 哎呦 你還想讓我搶個衣服 雙B背心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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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25之後就會覺得 天吶!半年過了 過了30之後就是 蛤!12月了 哈哈哈哈 那我的年紀是一到前來就 啪!一年了 哈哈哈哈 你以為你是那個嗎? 你知道那個 兩金看集那個 歲四年的那個嗎? 他不知道兩金看集 那是什麼呢?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兩金看集是我們 當兵吃飯都在看的 兩金看集 你更講我是有當兵吃飯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是我 我排長嗎? 哈哈哈哈 好 那個 剛剛真心在身上的 就是我們這次 我個人蠻推薦的 我很推 很舒服耶 對 因為就是春天要來了 春天要來了 而且如果你是中南部的同學的話 真的 就是過年有可能會蠻熱的 很棒 所以這件我就是很推薦 五分秀 而且我覺得他就是 對寬肩然 修飾度也很好 然後昨天小白場的時候有接受過 他真的 手臂修飾度非常非常好 而且因為他這個 他這個這裡 下擺 對 鬆緊嗎? 他可以這樣 打住 然後你也可以 他會自己縮上去這樣子 然後很像有紮衣服 嗯 但是你不用真的紮 而且你縮上去的這個 這個弧度很漂亮 就是有些毛衣你要紮的時候 你要拉那個 到底有沒有拉好 到底有沒有拉好 不用他就是直接放上去 還有在上面 你整件都OK 對 舒服 今天舒服 它是薄的真枝 所以春天可以穿 然後重點是顏色很多 我覺得你可以買到你喜歡的 爆色 爆色 顏色的話給大家 我在唸唱名字給大家 張真現在身上是奶茶色 然後草綠 然後黑色 黑色 然後深灰 然後咖啡 燕麥杏 給大家看一下燕麥杏 然後這個 楓葉菊 張真菊 對 我想說張真應該會喜歡這個橘色 這橘很漂亮啊 對 這個顏色穿起來很顯白 然後這個就是氣質 氣質女神 你今天要幫張真塑造氣質女神 我從這套開始不講話 不要啦 幫我介紹一下 然後就是 像手臂就是都還蠻有空間的 因為它不是包手臂的 因為這樣的話 就是大胸或是肉肉手臂的女生 都會很緊張這種款式 可是它是整個就鬆鬆的 所以都還有很有空間 嗯 我再放一隻手進去都是可以的喔 是不是就是這種 嗯 琥珀 扣 直容 襯衫搭 厚紗 料 鉛筆裙 可以遮到屁股嗎 它可以遮到屁股啊 因為剛剛穿那件 你是看IG的嗎 對 剛剛水藍色的那件襯衫 你穿有遮屁股 有遮屁股 對對對 但它不是 它不是長到很蓋的 你就是舉手它還是會離開屁股 因為它兩側 而且它是有點帶圓弧狀的 對它前短後長 如果你是想要整個把屁屁遮住的話 它是屬於中短 就中腸 前面蓋不住的 對對對 它只有蓋屁屁 嗯 欸 它又那個了啦 蛤 跳回去就 繼續啊 繼續 好 它怎麼了 沒事 它剛剛就說什麼更新啊 它跳更新 沒事 繼續就好 還可以繼續 因為昨天是兩段 昨天直接被斷掉了 但是它有存檔 喔 跳回去繼續啊 昨天那個沒有繼續 昨天沒有 昨天直接結束 喔好慘喔 好可怕喔 我順便去一下有店 有有店 有有店 哈哈哈哈 很可怕耶 沒店你來就被殺死 真的 哈哈哈哈 好然後裙子的話是 cony推薦款 那這個超美 裙子必買 真的很漂亮 有一種 三叉一身的感覺 哈哈哈哈 有三個顏色喔 可以選 裙子必買 真的就是個人推薦 而且它沒有分季節 就是你四季都可以穿 像我們現在搭這種短袖的針織衫 它也可以 那你夏天搭背心 它也OK 因為它的厚薄度就是 四季都可以穿的裙子 而且它 像張珍 跟我都是比較離型先 深的身心 它下白很瘦耶 很瘦耶 很瘦耶 很多那個 百褶裙穿起來 就是側邊兩邊會碰碰的 但它這件就是很有垂墜感 它的 不管是正面或側面的線條 都很美 很漂亮 很漂亮喔 哼 那個 就我講 我只要有那個 差 對 三恰一圈 然後張珍現在穿的是米白色 那這款裙子的話 是沒有內衣 那如果是米白色的話 你穿什麼酷酷 我穿淺色 淺色的 我覺得淺色 就是現在看是完全看過出來的 對 所以如果你穿深色的話 就不行 可是淺色的話是OK的 裙子選色障礙 嗯 我也是長白 我們最近還選不出來 最近小白選灰色 張珍選好 蛤 蛤好難喔 蛤好難 張珍髮色好大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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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活潑的人 對 太中性的 因為就是如果你中性想選裙子 這件可以 嗯 對就是你想要表露出一點點甜美的 但是你還是維持中性感的人 好了 我就這件灰色推薦你 因為它下面這個皺摺也不會讓你覺得太女生 他算是裙子但是你不會覺得太女生 我覺得是好看的 如果你是就是想要搭深色系列的選這個 我個人因為我是走淺色派的 所以這個我就不會選 然後如果是這兩個淺色派再選的話呢 如果你要走甜美風格選這個 他是仙女喔 仙女的曲 如果你是就是偶爾想要搭深色 偶爾想要搭深色就是你跟我一樣很在變形的 那你就選這個 因為我覺得他都搭得行 深淺都可以搭 那這個搭深色也不是不行 但你就會覺得可能比例上看起來比較重 色差感 對色差感太重 那這個就比較中性色 就是你搭什麼都可以 但他就是相對值阿 不會比這個酷 不會比這個甜美 對 那你就是中間選 所以你看我最後才選三個色 因為我在這邊選超久 對阿如果是我自己選這個 好喔 好 那鬆緊帶穿起來什麼都OK 舒服的 都是舒服的 而且我覺得他鬆緊帶也很漂亮 對 他鬆緊帶最美的 對 露出來也很 很像那個 就是因為我小時候學芭蕾舞 有時候會穿那個 舞鞋嗎 不是 就是芭蕾舞 芭蕾舞衣服是開場 然後會再加一個小裙子在上面 的那種斷帶就是非常非常漂亮 就有點光澤 嗯 就完全就是露出裙頭也沒問題 真的 很漂亮 好 那我們這套結束喔 好的喔 美方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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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的牌子 就是剛剛的那個寬褲裙 就是非常非常舒服 很熟悉 他非常的舒適 而且就是你怎麼轉他都不會曝光 所以我覺得很適合媽咪去遛小孩耶 因為很像你穿裙子出門 但其實就是一件非常方便 追小孩跑跳碰都沒問題的那種 然後我上面搭了一個那個蠟筆的毛料襯衫 就是搭的我現在穿的是比較 比較秋冬一點的感覺 就可以這樣子吧 這種中短版的襯衫 你把它就是寬寬的照在外面 也蠻日系的 也蠻像日系風格的 那你也可以搭短T恤在上面 就是合身一點T恤就會比較休息 像這樣子 舒服喔 短袖高領不知道會不會 不會勒脖子 張真不會勒脖子 張真不會勒脖子 不會勒嗎不會 就你剛剛那一件 身上那一件 不會 張真不會勒脖子喔 請問Cony大學T最推薦哪一款 哪幾款 哎呀大學T啊 你怎麼看氣 我怎麼看氣 他很愛看氣 我怎麼很愛看氣 大學T很難推耶 我這次最喜歡的大學T就這三款 就是V0的 V0大學T跟這個水塔 昨天有示範過 跟這個 這個 這個我還選不出來顏色的 這個光澤感的枝蓉的大學T 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這三件 然後這件我最愛黑色黑色 我覺得它那個是V0的 就是跟一般圓領的大學T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可以也可以搭比較女生的單瓶 幫我拿那件奶茶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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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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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愛不釋手的一件 而且我可以跟男伴一起穿 就是還不錯 CP值也合 它的就是比較特別 就是它從材質 然後到拼接的設計 我覺得都跟一般大雪梯蠻有區別的 所以這件的話 我覺得是就是質感很好 就是推薦大家 那因為一般素色的大雪梯就蠻多的 像這個有點像是真直衫 又介於大雪梯中間的款式的話 也是蠻實搭的 不會那麼休閒 就是你想要上班也可以穿 這三款 這三款是我覺得蠻推的 等我一下 Komi好會穿搭 好 謝謝 欣然接受用的 不要臉 突然勉腆這樣 好然後接下來是那個 許願款的針織衫 這件 不行 這樣真的有感覺 嗯 那我跟小白沒感覺 敏感肌的人自己斟酌好嗎 他就是 可以 那他很漂亮 對他很漂亮 對他很漂亮 如果你真的要穿 我覺得可能要搭一下裡面 內搭 內搭 就是那種挖的 圓挖的 大屋頂的那一種 對對對 因為這邊這邊還好 但是這邊 他這邊這種特別嫩 不行 敏感肌要敏感肌的朋友 敏感肌敏感肌 對一般肌膚的人是沒問題 嗯 然後他的扣子是可以打開 然後我有試穿這一件 我32D的話穿起來我覺得有點微風扣 嗯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罩杯 可能就 會爆 對 不然你就要打開 對對對 打開就要爆 對我穿正常的內衣 鋼圈內衣32D 穿這一件我覺得 扣子有一點爆扣 嗯 所以你們就真 就是 大胸女生 嗯 有比較豐滿的女生就斟酌這樣 真的 然後有人問說 肩膀可不可以不要露這麼多 可以扣起來吧 他這邊沒有做扣子 哦 他就自己拉起來哦 對 就是你的領片不要拉 拉翻這麼大 對對對 因為 Model是把他拉到很寬 嗯 就是他可以這樣子 因為他有彈性 所以你可以 就是把他翻多一點 但你不想弄那麼多 那你就是把他往上斑 就是有點像是小披肩 把他往上披上去 把他這邊做的比較立領的感覺 嗯 那如果 立領的話就綁馬尾 我幫你綁頭髮 我幫你綁頭髮 對 立領的話就綁 立領就綁好了 這樣這裡看起來比較漂亮 嗯 那如果你要放下來的話 你也可以 你就拉這樣 可是我覺得好像不用 拉那麼立領 也不會 也不一定要露這麼多 嗯嗯 對就是稍微這樣子 也可以 嗯 好 OK 然後裙子的話是 擺著 寬折A字曲 嗯 你有換嗎 沒有 沒有 然後張生現在穿的是S號 對 是S號 1 1是S號 喔 這個就是 是嗎 對 1 張生現在穿的是S號 因為他的版型就是比較偏 偏大一點點 嗯 對 但是我覺得 電泡好像也可 嗯 都可以吧 就是看這一塊吧 嗯 嗯 如果你喜歡這裡再送 因為我覺得他的白折是 比較大白折 嗯 所以就稍微直一點點 沒有那麼A 嗯 所以如果你喜歡這個 直的感覺再寬鬆多一點 可能要拿M號 嗯 對 這款的話裙子就是要參考 品牙齒齒齒 透膚感 類似上 還沒喔 還沒 因為沒有點 沒有點 沒有點 哈哈 好 好 好我們就轉一圈囉 追小朋友甚至這樣 對 所以我完全 完全沒感覺 對啊 我也沒感覺欸 好 你 弄太多也沒幹什麼 我也不去 叫阿 但這裡也是很好的 這也是你會喜歡的 對 做人 不得 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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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